哈喽,大家好 浪子走中国,用脚步站在中国 我现在在新一线城市世界工厂,东莞 现在我来到了东莞的辽布镇 这个视频我将带大家走进东莞日节大神TD 前面就是夏岭贝城中村的大门 这个城中村是很多日节大神老哥最喜欢的一个城中村 因为这个城中村的消费低廉 而且玉珠房小旅馆,零食房多炉牛毛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最便宜的只要十块钱就可以住一晚 下面一起跟随我的镜头 走进这个城中村 夏岭贝城中村 也是东莞市大型的躺平基地 深圳那边好多山河大神也来到了这边 这个城中村非常的具有生活气息 各种美食都有 这边好多山河大神也来到了这边 这边有摆摊的 城中村的猪脚饭 打工人的最爱 夏岭贝村是打工人的天堂 也是打工人在东广 也是打工人在东广 温馨的港湾 现在我们走过一个随道 这个随道阴暗潮湿 好低啊 好低啊 这个墙 身高高一点的都可以碰到脑袋 相信有许许多多的打工人 对这个随道应该有着很深的记忆 在那边有一个回血神场 韦亦达 很多打工人上班 都会从这里去韦亦达上班 这个城中村走错了路 都可以看到小宾馆 前面是一个大型的超市 这个城中村的生活 还是相当变类的 美食众多啊 而且各地的美食都有 夏岭贝村的外来人口 湖南人广西人居多 到处都是住宿啊 各种小吃宽美食 我们看一下这里住宿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二十块 二十五块三十块 价格非常的便宜 现在新一代的年轻打工者 都喜欢做日节 因为做日节节工资快 做完就可以跑路 夏岭贝城中村的出租房也是多路牛毛 这个城中村的出租房非常的便宜 两百块钱就可以租到一个单街 到处都是出租房的信息 这两年零食店非常的火 珠三角害了好多这样的零食店 夏岭贝村 有着许许多多 打工仔 打工妹的美好 回忆和故事 在以前夏岭贝村 都是人三人好 现在夏岭贝村 人少了好多 因为现在冬晚 经过了工业的转型 还有很多工厂外迁 尤其是新一代的 00后的打工仔 不喜欢进工厂 所以很多外来的打工人员 都离开了冬晚 而且冬晚的出租房特别多 由于外来人口不多了 所以很多出租房就剩下了 所以也导致了夏岭贝的住宿 相当的便宿 这就是广东独具特色的握手楼 采光不是很好 但却是无数打工人 在东莞的落脚地 很多日节大神 都会来到夏岭贝村 躺平 坐一天 躺三天 过着混吃等死的生活 确实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很多年轻人 看不到希望 结婚彩礼太高 房价高 没房没车 洗不到洗补 怎么办呢 只能躺平 看一下这个工价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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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昨天我跟一个广西的日节大神聊天 我说你们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躺平 他说他再怎么努力 就那么点工资 根本就撼不到希望 也起不到老婆 还不如躺平 听到这个话 我确实很心酸 都说越努力 越信赢 其实很多人都努力了 但很无奈 没有改变现状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多钟了 很多摆摊的开始出摊 夏岭被称的娱乐 还是相当富的 这里面是桌球室 感觉在夏岭被称 走错了路都可以看到住宿 这里是夏岭被商业步行街 很多店都关门 很冷清 以前这条商业 以前这条商业间是人山人海 现在非常的冷清 这边一排店铺都租不出去 现在夏岭被称 人确实少了很多 冷冷清清 现在东莱外来人口跑了好多了 夏岭被商业步行街 里面到处都是住宿 还挺有生活气息的 外来打工人员在 打牌 这一排都是住宿 前面有一个回血神厂 韦义达 相信有很多打工仔 打工妹 对这个工厂应该比较熟悉 以前唯一打很多小姐姐的 现在都成大妈了 看到这样的画面确实让人心酸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东莞 到处都是招工 夏岭被有着无数打工仔 打工妹的青春 这个里面都是住宿 这个环境 胖着心酸 前面就是回血神厂 韦义达 韦义达集团 招工处 这个工厂 有着无数小姐姐的青春 以前只招女孩子不招男孩子 现在男女都要啊 保底工资 两千一百块 夜输入四千二百至五千六百块 有点低啊 这边人力中介多如牛毛 相信夏岭被的每一条街上 都有着打工人的记忆 现在快过年了 找工作的年轻人少得可怜 那边也有好多大厂 夏岭被村显得有些安静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住宿是什么价位 客价房 15块 每一条巷子里面都是住宿 住宿真是多如牛毛 这边工艺的价格也是15 20 25 超级便宜 这性价比太高了 这里的长期房估计 两百块就可以租到一个单线 到处都是人力中介 沙县大酒店 里面还有河南饭店 东北的饼店 很有生活气息 炒粉炒饭 七块至十块 价格很便宜 确实是日节大升的天堂 东晚这座城市 是一座号外来人口 建设起来的城市 本地人都是 经济来源 以输租金为主 像这些农民房都是本地的 本地人曾包给二手房东 二手房东再租给打工者 这个村的二手房东 以江西人 湖南人为主 看一下这一家 最便宜的十块钱 不可思议 价格好便宜 这个著书 东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 外来人口 一旦外来人口找光了 东晚就是一座空调 无忧无虑的童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二十块钱的零食房怎么样 空间也有这么大 光线也不错 二十块钱不能洗澡的 不过这个性价比 也蛮高的 这里就是东莞辽部 大型躺平基地 夏岭贝村 你有在这个城中村的记忆 和故事吗 可以在下方分享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